上一期做的小视频 没想到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那既然大家喜欢 我就再给大家讲讲 演出当中的一些趣事吧 大家看到的这些视频 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七小金 给我拍摄的 他是一个摄影天才 以前最早是在安装 做熟悉摄影 然后后来呢 又开始拍视频 我所有的片子都是他拍的 今天就讲讲他的故事 不过有点被催 第一次来到西班牙 大家可能有错耳闻 欧洲的小偷 你看他那个样子 看不出来 他是个小偷 留着小胡子 很精致的小胡子 刚到西班牙的马德里 我记得是凌晨 我们下飞机以后 进到候机厅 基本上看不到一个人 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男孩子们 就是赶快出去抽根烟 我们就聚集在一起 不抽烟的人 在那个地方 围着我们那些东西 站在那 就是一根烟的功夫 再进去以后 齐晓金先生的 最重要的一个包包 里面装着 他仅有的那些家当 摄影家当 全在里面的 包括护照 瞬间就没有了 哎呀不得了了 我们大家都 都已经 都恍惚了 说谁都没有看到 有外人 在这个候机厅 这么大的 诺大的一个地方 出现过 也更没有人 说是靠近我们的东西 或者我们这个团队 但是就是这样 这个包就不翼而飞了 本来是去那 我的兄弟准备 给我好好拍一些东西 结果还没战斗呢 枪丢了 没办法 我们的这个 马甘尼西班牙的参赞 首先先把他带回了 带回了大使馆 先去补护照 因为他没有身份了 后来呢 我的这个兄弟 就觉得不好意思 在当地借了一个武帝兔 又有仅有的钱 去买了一个GoPro 在欧洲的一系列演出 他都是用这两样东西 勉强记录下来 我还是一直欣赏 我这个兄弟啊 他的视角 就其实艺术呢 很多东西是 器材当然很关键 但是呢 有的时候 就是你看某一样东西 每个人的角度 视角和想法是不一样的 当你想法不同的时候 你看东西的那种视角 就会有所不同 我对他的这种视角感 出神入化的这种视角和思维 我是很欣赏 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 留下了很多记录 这些东西都是迷俗珍贵的 在这里啊 我也感谢一下 我这个兄弟啊 刚到马德里啊 就被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所以说有了这个教训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就说这个 欧洲的这个小偷啊 他真的是很异货 打眼一看 他就知道哪个包有钱 哪个包的东西贵重 这个是 也是视角问题啊 他的视角很厉害啊 还有就是 中国人太有钱了 人家说了 这是人家专门来 给我们接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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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